大家早 在昨天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温度的形态来说 在北台湾的朋友 就会发现温降很明显 尤其最主要呢 白天的高温上升的幅度并不多 因为强的冷空气进来 还有更重要 昨天的时候 因为空气品质的状况 随着沙尘也开始南下 空气品质略微偏差 不过到了傍晚以后 有降雨哦 所以相对的 有些下雨的地方的空气品质 就有改善了 我们可以注意到 最凉的地方是在桃源的新屋18.4 可是呢 海边的阵风在今天仍然都比较偏大哦 像在南雨啊 像在澎湖 阵风仍然是在9级到8级的阵风 而南部地区昨天中午高温 有到达29.9度 今天仍然有机会到 不过南台湾的朋友是天黑之后 骑车要保暖 而昨天降雨最多就在东奥岭雷达站 有到达50毫米 今天的雨呢 仍然是在宜兰东北角 还有北海岸比较明显 而整体来说 今天是北施南干 而到了今天晚上 上海明天晚上两天地温会在16度 所以要提醒长辈朋友 跟心血管疾病朋友要注意 周二的时候天气转为干而凉的天气 就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时候真是色彩的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云层的发展 华南云带从昨天到今天 都持续的游西往东的方向走 全台湾上空云层量偏多 时而在中部以南云缝中阳光会露脸 所以相对的在中午的温度状况来说 还是会上升的 不过北台湾就没有上升了 因为北台湾整个禁地面都是凉的冷空气吹进来 接着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这个礼拜的降雨形态来说 最主要就从昨天的时候开始 因为是华南的水气的东移 但影响主要就在中部以北 高山部分都容易会有一些雾的状况 那你会问我说 那这水气什么时候减少呢 目前来看 礼拜天的时候 华南的水气就要减少 周一的时候 我们的天气状况 会随着高压系统的东移 风向变为偏东风 温度开始上升 不过很快的礼拜二的时候 另外一个冷高压下来 就会再带进来另外一波的冷空气 不过下一波是干燥的冷空气 但下波冷空气还是要注意的是 西北地区的沙尘 也有可能会带到台湾的上空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地面天气图了 北方的高压下来了 今晚这个高压在东移的过程当中 会带下来比较凉的空气 所以晚上晚归穿着要注意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温度状况了 白天的外岛地区 马祖仍然是比较偏凉云多 金门有短暂雨 澎湖海边风大 而在台湾本岛部分 北部东部容易会飘雨 而在中部南部地区来说 云层多只有零星的降雨 但注意晚上北部低温只有在16度 小丁铃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沿海风大 骑车的朋友要注意 还有局部性的阵雨 雨区行车注意安全 感谢观看 非常常在哪里 是迄带来的 来 到 JK